夏至和冬至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评论弹幕区告诉我吧 我摸这个上面特别顶 看看是不是倒放的隐藏吧 哦是 厉害 朋友们刚才你们视频里也看到了哈 我在店里又遇到了一个秋收冬藏的隐藏 像这种大鸣盒的隐藏在店里遇到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感觉自己还挺幸运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 我新抽到的这个隐藏比我这只感觉摸上去更顶 是不是新版给加了一个塑料壳啊 因为我这个旧版拆下来的话并没有任何的保护壳 希望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告诉我一下 我新抽到的这个呢我也没拆袋 我就用它换了一个春生夏长的隐藏 为了抽这个隐藏我翻车了两个小满和一个小鼠 我也不是特别追求必须是亲生隐藏哈 所以呢我就跟娃友换了一个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系列隐藏款的手感 首先下肢的重量是70.2克 其实跟小满的重量挺接近的 摇合的话六面娃娃是完全不晃的 只能听到配中壁在里边动 咱们来听一下摇合啊 前后 左右 上下 上下摇合这个配中壁还是挺通透的哈 所以其实并不像咱们想的它有大裙子下边给撑的挺满的 我这盒前后左右不管是上面还是下边哈 真的是捏不到任何的东西 我还特意把那个大裙子横着放我也捏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在台面上咱们遇到能摸到东西的 大家不要以为是隐藏有可能就翻车了小满或者是小鼠 因为我抽到的这两盒都是可以摸到的 但是我也遇到过摸不到任何东西的小满 所以我感觉哈这个夏至隐藏还是挺难抽的 大家谨慎翻车吧 隐藏款夏至 Nancy的古风真是外外DS哈 她手里拿着荷花 身上的衣服是珠光漆的材质 身后有一些荷叶 身后的飘带还是这种软的 头上的发饰也是小蝴蝶 真是太美了 但是我怎么觉得夏至的这个脸没有冬至好看呀 是不是冬至两边的这个并角比较长 夏至比较短 就没有遮住脸呀 而且冬至整个头发都是珠光漆 而这个夏至就是头顶有一些 下边就没有了 春生夏长和秋收冬藏的两个隐藏款 我就都获得了 圆满 冬至的隐藏在我之前的视频里 已经给大家详细的分享过了 我在这里呢就简单的再帮大家复习回顾一下哈 它的重量是84克左右 全系列最重 有一个对立面的上半部分 或者是下半部分可以摸到对顶 新版顶得更实在 而且新版出现了倒放的情况 Nancy的盲盒里面很少有倒放的 今天的夏至隐藏手感 你学会了吗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再扣一波666 吸走这份欧气吧 我们下个拆核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